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一声力叫 从天空刺破云层 斜斜地没入大地 一丝微笑自风云无际的嘴角浮现 笑了笑 风云无际大袖一展 低着头 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地 向着心中那片圣地轩辕秋而去 这一日 战地风上空的战鹰 吝叫声一直响了一整天 随后 风顶的战将发现 这只战鹰居然在天空沿着同样的圆形轨迹 转了整整一天 北海轩辕秋 一处人族心中的圣地 每年都会有一些不知名的朝圣者 到这处圣地去忏悔 去朝圣 不管在这片区域以外的地方是何等身份 但在这里 每个人都保持着一种 谦卑而恭敬的心 太古很大很大 在许多看得到 看不到的地方 都有着许许多多的人 为着心中的理想奋斗着 他们或许失败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或许犯下了许多的罪恶 但并没有被人查知 但在这里 他们都是可敬的 在心灵上 他们是纯洁的 站立在雪地中 风云无尽默默地眺望着 远处若隐若现的北海轩辕秋 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右腿朝着北海轩辕秋踏出一步 终又缩了回来 死在我手上的人族也不少啊 轩辕秋 今后恐怕 我都很难有脸再踏入那个地方了 唉 长长地叹息一声 风云无际的脚步一转 向着另一方 曾经与迎货一起夜宿过的斜塔走去 或许是因为时间不对的原因 一路上 风云无际很难见到几个黑袍的朝圣者 与上一次朝圣相比 现在这时间里 陆陆续续 沉默不语 向着北海而去的朝圣者 非常的稀疏 尽管不知道 那个传统因何而起 又如何兴起呢 但每一个到北海忏悔的黑袍朝圣者 都不约而同地遵守着这个传统 在这里 所有人恢复到意义未免最初始的状态 都舍弃一身所学 以一个意义面中 普通族人的身份来参拜 寻找内心中最珍贵 最本源的地方 三座斜塔 将倒而未倒 塔身挂满了厚厚的积雪 就似一个见证者一般 见证着朝圣者们 制成的足迹 轻轻地推开 以半残疚的墓门 大棚的积雪 从墓顶上滑落 飘落在风云无际的肩上 随后又抖落在地 发出沙沙的声音 风云无际和其他的朝圣者一样 如同幽灵一般 慢慢地踏入斜塔之内 寒历的天气 在外化为默默的风雪 在内成了斜塔的地面上 厚厚的一层寒冰 地面虽寒 但几位朝圣者 却甘之若意地盘挫在地上 紧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 谁也没有说话 也没有和其他人交流的欲望 每个人 自身一个世界 悲凉而萧索 风云无际慢慢地踏着枝下身影 洒满 由缝隙处露出积雪的木梯 慢慢地走上斜塔二层 在墙壁上找到了那盏灯 慢慢地点燃 端着那灯放至地上 随后在那盏灯旁盘膝坐下 斜塔二层 清冷 而寒冰 那盏灯发出微弱 而苍白的光芒摇曳不定 与斜塔内苍白的环境 融而为一 在这里 风云无际再次感受到了 那种内心 极其安宁的感觉 踏入这个安静的斜塔 便如踏入了 另一个世界 一个只有自己 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一个远离外面的世界 隐隐约约的 一阵滴滴的抽气声 随着风 穿过缝隙传来 听着那种悲凉的抽烟 人心变得更加冰寒 隐隐带着点绝望 渐渐的 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风云无际的意识 便如水化般 化入周围的空气中 慢慢地 没入整个冰天雪地 无思无想 异常地平静 连自己 也一并忘却了 所有的生气 迅速从风云无际的 身体中散去 躺在这里的 一语一节 枯木无遗 古旧的油灯中 灯油并不是很多 但却非常惊烧 一盏灯 往往很久的时间过去 油灯内的灯油 却并没有减少多少 一方古旧的油灯 一处不大的空间 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寂寞 在心中 静悄悄地滋涨着 如果没有人打扰的话 风云无际 可能便在这种 无私无所 无我无物的境界中 静静地度过 无尽的岁月 遗忘所有的一切 直到 你 来了 一个洪亮的声音 突然从四方的天地间响起 犹如古中般 直击风云无际 融入无尽虚空中的神石 与此同时 风云无际的西前 那盏摇曳不定 灯油半干的油灯中 拇指出了一朵 苍白火焰 突然膨胀起来 膨胀到了一定程度时 从火焰的最深处 一道油亮的影子 顺着边缘落下 沿着地面延展 被怕 那团膨胀的苍白火焰 咒人发出了一声暴鸣 随后 所有的火星全部消失 地上 在风云无际身前不远处 地面 一道影子不断地向上方拉伸 眨眼间 一件宽大的黑袍 凭空出现在风云无际身前 一只枯瘦的手掌 抓住那飘飞的衣摆 猛然向下一拉 便紧紧地裹在了身上 你来了 风云无际骤然睁开眼 盯着身前的黑袍人 脸上从容而平静 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再无任何可以撼动他心神的东西了 啪 黑袍人的右手 笼于袍底 始终二指一措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声音 身后 那盏半面的古灯 灯芯之上 一缕火焰突然升起 油灯周围一团萌萌的白气笼罩 那老旧的生着污垢的灯油内 原本见底的灯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慢慢地涨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黑袍人始终背对着油灯 身子一动不动 油灯上 那一簇苍白的灯燕 骤然离地而起 飘起在空中 火焰一散 忽而又在空中形成 以阴阳太极图案 那一圈火焰自周 一个类似于龟壳的古怪图案 浮于空中 将那团阴阳鱼状的火焰 笼入其中 正是八卦图案 你果然没有令我们失望 黑袍人抬起头 难然道 风云无际一身黑袍无风自动 右手突然伸出 在虚空中一滑 两人之间一个空间裂缝 赫然成形 数千里外 那本金丝封皮的书 突然自间隔之中消失 手一身 风云无际 便抓住那卷 从空间裂缝中掉下的 金色封皮的法书 随后一甩 便置入那黑袍人怀中 第三百四十八章 法祖福西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风云无际直接开口道 脸上一片肃然 毫无保留的帮助 黑袍男子默然 两条粗眉拧成一团 我本以为 你不会这么快地 提出这个要求 我希望我们的交谈 能真正带来某些效果 而不仅仅是一番寒暄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而你们需要我 事情就是这样 风云无际冷静道 但你对我们 根本不了解 你甚至都没有开口 问过我们的情况 就这么快 向我们请求帮助 你不觉得 会有些快了吗 这次 轮到风云无际 眉头皱了起来 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们 不管是什么 可是为了什么私心 你们存在的目的 可是为了人足 不可否认 我们也有些私心 但是 总的来说 我们聚在一起 却也是为了人足振兴 黑袍男人想了想 坦率道 这就可以了 风云无际断然道 我向你们 请求帮助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想 如果你们不是那种 自私自利的 势力组织的话 应该是不会拒绝的 黑袍男子 欲言又止 风云无际 完全掌握了 场面的主动权 你回去吧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黑袍男子四周的虚空 一阵扭曲 随后 一名发须银白 身着一身洁白袍子 胸口上 画着一个极大八卦图 卦子上分布 无数卦服的 瘦弱老者 出现在那 黑袍男子身后 大袍一挥 黑袍男子 便消失无踪了 无忌 你的要求 我完全可以答应你 老者一出现 什么废话都没有 直接回答了 风云无忌的问题 不过 不过 关于族内的战争 你们是不会出手的 对吗 风云无忌淡然的 脸上如深山谷坛一般 平静无波 老者刹然的 抬头看了一眼 风云无忌 随后沉声道 不错 太古内的斗争 我们是不可能 参与进去的 这次 恐怕你要失望了 我本来就没指望 你们能帮我对付战族 况且 战族恐怕 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风云无忌 一副老神在在的道 无形之中 给人一种荣治的印象 老者的神色 也有些严肃起来 你到底 还知道些什么 不要觉得奇怪 我存在的时间 没有你们悠久 但至少 我也知道 战族 绝不是 只有几十亿年的 新兴势力 这便已经足够了 尽管 目前战族的表现 似乎 没有想象中那般强悍 风云无忌 不温不火道 扫了一眼老者 随后说道 你既然出现在这里 想必 必然是有些事情 想要告知于我吧 说吧 我洗耳恭听 老者默然 在面对风云无忌时 自身的优势几乎丧尽 根本无法按照想象中的那样 打压对方的气势 罢了 圣殿 圣殿 果然还是圣殿 老者 感慨道 和他们 斗了这么久 在眼光方面 我们 确实 还是比不上 风云无忌的心中一动 侧耳倾听起来 心中了然 只怕 这又是一段 太古的密心了 抬头看了一眼 一动不动的风云无忌 在他脸上 老者很难找到一丝 迫切与好奇 眼中 流露出一抹赞赏的神色 老者说道 你 应该知道巫族吧 太古人类的发展史 非常复杂 有早期的时候 所有人 对超约自然的力量 都疯狂地追求着 不同的追求路径 产生了 不同的种族 你们现在遇到的战族 便是源自于此 连带凤飞身后的火族 乌域的乌族一脉 都是因此而诞生 在圣殿之时 左侍应该告诉关义 术法的修习速度 要快于武道吧 风云无忌点了点头 脸上非常平静 看不出内心的动静 但事实上 风云无忌的心中 却是震惊不已 暗道 熟子看来 他们虽然没有介入太古事物 却一直观察着 整个太古的动态 连凤飞 居然能没有逃脱 他们的耳目 老者继续道 放眼太古 你可见到 几个真正修炼过法术的 银骨 风云无忌突然开口道 老者内心震惊不一样 脸上不动声色 却是快速地打了一眼 风云无忌 见他似是无意中 说出银骨二字 心中松了口气 银骨 只是一些术法的修炼者 老者一笔带过此出 接着说 整个太古 近乎五者的天下 但却又有几人知道 曾经 还有一个庞大的分支 一支 足以与术法修炼者 分庭抗争的力量 修法者 当初 人类 从触摸到神级领域那一刻起 便注定了 内部的分裂 共族的诞生 便是源自于此 当时 有一人精神绝才 他当时所悟的神通 比当时的一些领导者 领悟的还要深 尽管 知道这一情况的 并不多 太古 他一直在思考着 怎样 但应该 已经知道了 至尊的存在 如此 那么你也应该知道 对人类而言 最大的威胁 还不是那数量 远超过人类的神魔 而是那 身居于所有位面 自圆之上 隐藏 无法者的存在 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主神的神力 来源于信仰之力 而我们 老者一字一顿道 就是信仰之源 什么 这种答案 便是风云无忌再冷静 脸上也不禁露出了精容 风云无忌怎么也没想到 老者居然给出 这么一个答案